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有点像是剧场的经纪人吧 我很感激他 因为直到进入这里 我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导演 在那之前呢 梦想的话 倒是从小就有了 每次看完演出回到家 心中就会一遍一遍重复那个故事 久而久之 也萌生了自己的愿望 可惜 我就只有动手能力比较强 所以后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当道具师 外加从事舞台布景的工作 亲手做出舞台是很兴奋 但自己编排演出 才最让人满足 难怪你在告示牌上只留下了导演这个称呼呢 你恐怕还是会读心的吧 对了 能再麻烦两位一件事吗 我找不到等下要用的总剧本了 你不是刚写完吗 对 我刚刚把你们的部分发下去之后 带着我的总剧本到处检查 不知道丢在哪了 如果不在这里的话 可能就在阁楼里吧 写完台本后 我就去过这两个地方 不过 舞台还要再准备一下 实在有点抽不开身 能不能拜托两位 我们去去就来 哇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树 可是他要的总剧本在哪里呢 二楼好像有小水珠的声音 我们去看看吧 这里有好几份剧本 原来是小水珠一直在管理导演先生写的剧本呀 感觉大多数都只写了一半呢 一定得是完整的一份吧 先来看看厚度 再来看看结尾 这么多剧本里 符合要求的居然就只有一份 而且这本看起来比较新 应该是刚写完的 我们把它带给佐西摩斯先生吧 佐西摩斯先生 我们把剧本带回来了 谢谢 真是帮了大忙了 时间仓促 舞台也没办法修复到最完好的情况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重要的不是舞台 而是演出 就算舞台出现了错误 只要演出能够继续进行就好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没有底气 我想通了 演出本身就是意外 就算是同一场戏 每一次演出都会有细微的区别 那些区别 才是让它有别于其他演出的特色所在 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 旅行者 你能进入仙城图对吧 实不相瞒 我的舞台 其实就是用仙城图做的 先用素材做出物件 再把它们 变成仙城图的一部分 本来 仙城图是为了勾建圣镜而用 像我这样 把各种东西变成仙城图 有点本魔倒置 但依迪亚小姐说 如果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她也勉强接受 原来违背初衷是这个意思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想请旅行者 进入仙城图的舞台 在演出中操作道具 哎呀 理由的话 原来如此 佐西摩斯一直以来又当导演 又要在台上操作道具和机关 根本忙不过来 嗯 我知道 我的能力比不上那些成熟的剧作家 但是 就算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再写些什么的 不成熟之作 我也希望 能在台下亲自看一眼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太感激了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其他人 等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立刻开始演出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大盗 他生活在一处没有光芒的国度 人人都受黑暗所苦 试人称呼我为 等等卡牙先生 得正对着收音器 不然声音会偏 啊 试人称呼我为短刀大盗 却不知我劫富济贫的一举 哎 在这无光之处 那些阴暗中行事的家伙 愈加肆无忌惮 不得不摸索前行的人们 却愈发困苦 正在大到苦恼之时 世上突然发生了变故 一颗流星自天边划过 旅行者 踩一下前面的移动机关 好啊 虽然只是瞬息 但那光芒 也彻照了天地 若我能寻得那道光 我便能照亮黑暗 那么众人 就将不再受暗逸遮掩之苦 大盗立刻追寻流星的轨迹 那颗星星不断前行 不断前行 那个旅行者 星星不断前行 没想到 竟然会来到这片危险的沙漠 眼前的沙漠 本就流传许多恐怖的传说 而流星降落之处 地貌变谍 山淫陵巡 路途艰险 好在 他已下定决心 既然已经来到此处 便没有退缩的道理 大盗历经艰险 走入沙漠深处 可出现在沙漠中的并非流星 而是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孩 奇怪 我明明追寻洛星的轨迹来到此处 那边的女孩 你可知道耀眼的光芒去了哪里 女孩 如是说道 远途的来者 您所追寻的光芒 不过是瓶中之火 但此刻星火已熄 光明远去 瓶中之火 是 那瓶子也是为人所赠 于是 女孩向大道讲述了瓶子的来历 女孩原本居住在瀑布之上的王国 直到王朝颠覆 政权变化 她与她的族人四散而逃 离途中的密林浓雾弥漫 更有丛生的荆棘 试图将它阻拦 下面有机关 在处罚的时候按一下 荆棘会收到台下 若我能寻得一盏灯 便能穿越森林 那我就能 活下去 手臂与足心 不满细密伤痕 女孩忍受着痛苦徐徐向前 路途艰险 好在 她已下定决心 既然已经来到此处 便没有退缩的道理 目的地将近 巨大的荆棘突然横更眼前 沉重的绝望之情 涌入女孩心间 若有人能在此处帮助我 我愿意付出一切作为回报 女孩真诚的愿望 被人听到 等等等等 最后的荆棘没有做机关 忘了检查那几块荆棘板子了 按照剧情 现在要把那个板子收下去 是的 居然露处理了 这下麻烦了 可以来帮忙 容易去世哥哥接住了 果然是蹦蹦炸弹 女孩真诚的愿望被人听到 路过的 蹦蹦炸弹 为她开辟了通路 太谢谢你了 蹦蹦炸弹 女孩得以前往密林深处 那里没有所谓的明灯 却等待着一位火红的魔女 这里说明一下 原剧本里烧掉荆棘的正是这位魔女 这种话最后再说了 魔女同情女孩的遭遇 将怀中之瓶递给了她 然后 魔女向女孩 讲述了瓶子的来历 火红的魔女 生性活泼 喜欢远行 在绿洲休憩时 她从月牙般的湖边 捡到一只漂亮的瓶子 可丽 快 到这个灯前 来了来了 火红的魔女 是能满足人愿望的 了不起的魔女 她把瓶子也变成了 同样了不起的瓶子 只不过满足愿望的功能 仅限于瓶内 哎呀 这个瓶子呀 作为玩具还稍差一些 但作为亲身之所 倒算是合格 火红的魔女 向瓶中吹了一口气 将瓶子变成了 仅有疑似的 能在瓶子外 实现愿望的东西 要吹气吗 瓶子变亮了 火光自瓶内亮起 瓶子变成了像魔女一样 火红的瓶子 火红的魔女说完故事 留下火红的瓶子 便消失了 原来是能实现愿望的瓶子 那我要离开这里 去任何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 然后呢 那个瓶子 似乎在轻轻提问 我也不知道 瓶中火焰熄灭了 女孩实现了 仅此一次的愿望 被送至了 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的 沙漠之中 来寻求流星的大道 听了整个故事 有些失望 因为瓶子 失去了能够在瓶子外 实现愿望的火光 好奇怪啊 如果我许的愿望实现了 这里本来应该是 任何人都无法找到的地方 沙漠确实很危险 但我下定决心 历经苦难 最终 才到达了这里 那你取走这瓶子吧 它或许能实现你的愿望 可惜 愿望仅限于瓶内 那就给我光吧 于是 女孩顺应大道的意思 让瓶子里出现了光 他们发现 光虽然只在瓶子里生成 却能透过屏蔽 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 虽然与那火光不同 没有那样炫目 但这也是了不起的光 我取走了瓶子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那不如 你也同我一起回去吧 女孩 并没有拒绝的理由 跟着大道 回到了无光的国度 他们为那里带来了光明 黑暗 黑暗就此被驱散 从此 他们幸福快乐的 生活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 演出应该算是顺利完成了吧 容易起事 哥哥 可莉刚刚表演得还不错吧 有没有火红大魔女的感觉呀 哇 小可莉穿着魔女的衣服呢 刚才看到影子的时候 就觉得宽宽的帽颜很可爱 可莉很喜欢 谢谢佐西摩斯哥哥 不对不对 应该是谢谢导演哥哥 导演哥哥 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小魔女 我很开心 伊迪亚姐姐说 是你坏了设计图纸 还做了衣服 她帮着修改以后 可莉就能穿了 所以你很厉害 那确实很厉害啊 伊迪亚也很了不得 也没什么了不起啦 只是在那种 完蛋了 我要参加王子的舞会 可是身上没有漂亮衣服啊 的情况下 用的小手段罢了 缝纫也是一门手艺 伊迪亚小姐 比自己想的能干哦 真的 那个 我先走开一下 你们先聊 伊迪亚紧张又害羞地跑掉了 脸皮好薄呢 伊迪亚是个缺乏自信 有点敏感的人 他应该不会激动到躲起来哭吧 有点担心 别担心 我去陪陪他就好了 各位 让我先告辞一会儿 对了 这次的演出怎么样 各位有什么评价吗 哦 开始了开始了这个人 喂 你是真的想知道我们的感想吗 当然了 我可是带着充分的信心来问的 直说 请尽管直说 什么样的批评我都可以接受 那我真的说了 刚开始的台词都还不错 可越到后面越普通 总觉得写这个的人已经没有好点子了 出场人物也有点莫名其妙 没看懂为什么要这样编排 才看出一点内涵 突然这段就切掉了 哦 对对 说得好呀派蒙 应该说 为了致敬切业故事级的结构 导致叙事紊乱 忘了处理道具也是扣分项 伊迪亚姐姐不是走开了吗 听到重要的话题 我如潮汐一般 取而复返了 刻意敢来批评我 可真是辛苦你了 嗯 不过 故事有个好结局 只有这点 只有这点我很喜欢 是吗 我觉得我说的还不够狠呢 伊迪亚小姐 请过来一下 哦 好的 抱歉 试陪一会儿 你们接着骂 交给你了派蒙 哦 那 那我再提一个意见可以吗 说吧 当导演的 肯定要经历这一环 结尾还是有点问题的 剧中那个女孩想法好简单 那种情况下 根本不应该说 我也不知道吧 你们想啊 她的族人还在漂泊 只追求自己一个人的幸福 也太奇怪了啦 没关系 收集批评以后 才能继续进步嘛 这次我在台下学到了很多 真是圆了一个梦 你心态真好呀 看起来完全不受打击呢 也不是完全不受打击 但你们说的都是实话 我也察觉到问题了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 这份剧本是临时赶攻的 果然还是我和伊迪亚太严格了吧 没关系 对我来说 舞台上的过程 比什么都重要 爱幻想的孩童时期 大家都会有吧 对着油灯 拿玩偶和自己剪的纸板人打来打去 影子在墙上晃动 怎么也玩不腻 以前那个躺在床上 满嘴喊着你声词的小男孩 和现在的我 我们是同一个人 得到的本质上也是同一种快乐 当然 是托各位的福 演出才能完成 我作为导演 还要郑重地向大家致以谢意 别客气了 我们也挺开心的 请收下它吧 这是答应各位的零件 是刚才演出的时候用的瓶子 可力吹气的时候还变亮了 是啊 要猜猜看变亮的秘密吗 里面住着一只看不见的小精灵 吹气的时候 小精灵就会睁开眼睛 没错 就是这样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哦 这里收紧一些 稍等 马上就好 这身衣服 可比我想的要时髦不少 各位 有时间吗 特别是佐西摩斯先生 伊迪亚小姐刚才说 要帮你短暂的圆梦哦 圆梦 作为最初就听说 你导演梦的人 她说 就算是没用的伊迪亚 也可以做点什么了 不过 我不怎么同意这句话哦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 伊迪亚小姐不是没用的人呢 话题怎么到我身上了 各位 准备好了吗 有请今天舞台的男主角 噔 噔 噔噔 哇 凯亚哥哥现在真的是大到了 我说 导演看到主演换上戏服 真的会开心吗 这是一套样衣 快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 别这么说 导演的心情很好揣摩吧 自己的作品有了合适人选 才能化为真实 多好的事啊 既然女主演这么说 我这位男主演也要大方一点 佐西摩斯画过不少戏服图纸 还做过几件药衣 就是尺寸不搭 我帮着修改了一下 没辜负大家心中男主演的形象吧 太合适了 伊迪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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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谢谢你们 原来做导演 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怎么样 导演恢复平静了吗 好多了 谢谢你 伊迪亚 哎呀 客套话就免了 既然零件极其 也该和导演先生暂时道别啦 我们去流行圣境的核心 让整个圣境恢复运转吧 可莉可以穿这套衣服去吗 当然当然 这两套戏服 留在二位那边才最合适 太好了 凯亚哥哥也留着吧 很好看 我同意模拟小姐的说法哦 在这个时节 扮演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主角 也是难得的回忆呢 好吧 那就暂时以大盗身份 到处活动好了 导演佐西摩斯哥哥 再见啦 慢走 我亲爱的朋友们 优拉和克莱 你们已经回来了 演出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伊迪亚小姐 拜托小水珠送来的消息 就先一步到这里等各位了 那莱斯格先生 他揽下了所有体力活 卖力过头了 现在在房间里睡得正香呢 有点过意不去 就当他做的一切都是赎罪吧 做完这些才能睡个安稳觉 本该如此 不用管他 这样吗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修复流行圣境的核心吧 这不就是我们一开始 遇到小水珠的地方吗 没错 流行圣境的核心 就是最大的锯流硬灯 而整个圣境 就是一张最为庞大的仙城图 我们看到的仪器 都是由他生成出来的吗 太不可思议了 现在就该像之前一样 利用核心的仙城图 来修复它了吧 没错 就是这样 你理解得真快 修了这么多次 再怎么也都记住了 那开始吧 这就是最后一步 突然充满了干劲呢 轮弧本身就是由零件构成的 现在将零件放在底座上 拼成原来的形状就好了 可是我们没见过原来的形状 没关系 大差不差 只要是个能转的东西就好了 一定行 你这个人 随便起来可真随便呀 能够转动的东西 水车也行吗 等到修复完毕 应该就可以出去了 吧 投下这个影子的是 绳索吗 总觉得绳索应该搭在什么东西上面 把什么连接起来 荣誉其实哥哥好像在做拼图游戏啊 按照我之前的印象 好像有一个较小的轮子在右侧 会不会就是这个糖果盒 这是左西摩斯的瓶子灯 不如随便塞在什么结构有空缺的地方吧 我猜右边就行 成功了 可是轮弧并没有转动 灵剑回到了圣境核心 轮弧的形状也通过他们补全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比伤口会慢慢愈合 说不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核心轮弧就会悄悄转动呢 我还以为靠伊迪亚小姐的本事 现在就能让她运转起来呢 这 不管是圣境原本的样子 还是伊迪亚小姐深藏不露的美丽姿态 都很令人期待呢 可莉也想看伊迪亚姐姐用魔法的样子 一定很厉害吧 你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 为什么小可莉都知道 就是在说吉祥物小姐的真身 之前就说过 伊迪亚小姐绝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她有她独特的力量 我们之中也有人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哦 军师小姐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吗 我是后来和尤拉聊天的时候才意识到的 看上去优贤无比的军师小姐 成了第一个察觉真相的人 我看您也知道得挺清楚哦 你们全都知道了吗 我保证不是有意瞒着你们的 只是对侮辱圣境的旅人来说 比起真身 我现在的样子要更容易亲近吧 我 我不想被人逃以害怕的眼神 啊 究竟是什么呀 大家是怎么知道的 嗯 怎么说呢 圣境里的居民没有神之眼 我却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水元素力 看小说的时候走了神 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水行幻灵能够变为各种样子 同样也能幻化成常人的模样吧 还真是敏锐啊 那么 就允许我重新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旧水神崩墨时流亡至此的纯水精灵 我的名字叫伊迪亚 伊迪亚姐姐好漂亮 突然用自己的真身说话 还有点不好意思 如此优美的身姿 就该大大方方展示出来才对 我没有那么勇敢了 那难道说 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人 我猜这些水行居民的原形 都已经不在此处了吧 没错 当他们想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会把他们送到沙漠的边缘 之前的这些零件 其实都是他们留下的礼物 但我总会很好奇他们进来的原因 就使用锯流硬灯塑造出了他们的愿景 能实现愿望 但即使能实现 也只限于瓶子里 就是这么回事 真是一抹耀眼的光芒啊 这么说来 从圣境核心里掉出来的零件 并不是回到了他们的主人那里 而是先有零件掉到了相应位置 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主人与区域 才被幻化出来 但现在零件都被收回来了 难道他们也 放心吧 他们不会消失的 只要我不忘记他们 互相批评也好 一起打闹也罢 在这片幻境里 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 呼呼飞车和导演先生都很有趣 可莉不会忘记的 我也是 不会忘记这场奇幻冒险 好了 那我也差不多该让龙虎恢复运转了 看你的了 像流水一样温柔的吉祥雾小姐 好紧张 不会吧 居然没有反应 难道因为之前神经的故障导致力量不足 完了完了 刚才大家还把我捧伤了天 我也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 给个瓶子让我藏进去吧 藏一百年 你现在就是在瓶子里了 怎么办 这下真的没办法让大家看到圣经原本的样子了 其实我有仪器 军师小姐 伊迪亚小姐 如果可以的话 能将圣经核心中的圣楼玉侠借我一用吗 好像确实听过这个名字 请稍等 是他吧 哇 好大的贝壳 心海之前提到的古物 原来藏在这里 嗯 它是从前供奉在蒙云神社中的礼器 用名为圣气楼的妖怪一退制作而成 能听取往来祈祷者的愿望 蓄积圣气 数百年前 此物随最后已带巴运手征战未归 遗失在外 与之相配的宝珠本应能感应到玉侠所在 谁料玉侠被藏进了圣经核心中 宝珠也就此褪去了光芒 诶 这是为什么呀 假如把声音关进很深很深的房间里面 外面也会听不见对吧 啊 明白了 贝壳太弹完了 所以在禁闭室里 那我也明白了 圣经的核心进来老化了 所以军师小姐才会捧着宝珠一路走进来 言归正传 本来离开了神社的供奉 这件礼器会迅速失去灵气 但在这片圣经之内 无数人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和礼物成为了她的共物 这原来这是这么厉害的东西吗 没错 她能够帮助伊迪亚小姐修复圣经 可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 用愿望唤醒她就好了 比如 我的名字是珊瑚宫星海 是海祈祷的线人神巫女 我的愿望是 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决策 让海祈祷的大家和我珍视的人 能够稍稍过得幸福 再幸福一些 伊迪亚小姐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的愿望 我 我的愿望是 那些曾经来到流行圣经中的旅人 不仅仅是在圣经里 也能够在圣经外 实现他们真正想达成的愿望 其实我知道 在圣经外扑救飞车的轨道 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知道麦蒙还是会回去当她的学者 我知道祖西摩斯写故事的水平 还有待提高 回到丰丹 还会在这方面吃很多苦头 竹梦可没那么简单 但是 我还是好希望 好希望他们 能达成自己的愿望 那么 就请好好使用 这份梦想与愿望的力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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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诺骨好像要恢复运转了 快点快点 哇 伊迪亚姐姐又变回来了 在别人的夸奖和询问里得意忘形 一口气说了好多不堪回首的话 我失去了活着的勇气 请不要这么说 明明都是很了不起的愿望 对 伊迪亚小姐并不是在为自己许愿 而是在为别人许愿 我有些朋友也是这样 会为别人的愿望而行动 为了让他人露出笑容不懈努力 我想 这样的人才最高尚 别再夸我了 我 我真的好不习惯 好羞耻 我这种人也能被这么多人表扬 好像做梦一样 不过 这下肾境总算恢复了 也算把那家伙欠的东西还上了吧 怎么了 可莉 可莉突然有好多好多愿望 想坐呼呼飞车 还想到大大的转轮上去看看 伊迪亚姐姐 有没有上去的办法 有倒是有了 不过只能站上去很少的人 可莉一个人上去也不好玩 嗯 柔鱼骑士哥哥 真的吗 那个看上去好高啊 要是一不小心掉下来怎么办 我 我是替你感到担心 没事 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也好久没上去过了 哇 好高 好高 上面好漂亮 伊迪亚姐姐 下次欢凯亚哥哥他们上来吧 嘿 没问题 每次从大家离开圣经之后 我都会一个人到这里待一会儿 他们呀 一开始在圣经里做出各种东西的时候可开心了 可是一知道这些东西没法带出去 就会变得有些苦恼 要么不舍 要么一脸遗憾地离开 伊迪亚姐姐会难过吗 虽然偶尔会感到寂寞 但我不难过 有些人会在离开圣经时毁掉自己创造的一切 而有些则不同 比如你们看到的那些居民 在离开圣经时 他们托我用水行幻灵模拟自己 替他们维护圣经中的造物 就像是看管他们的梦一样 哇 听起来好浪漫呀 嗯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如何 但光是想到他们有可能实现梦想 成为这个圣经中的样子 就觉得开心 仿佛我是在梦想的终点等着他们一样 嗯 有吗 我只是觉得每个梦想和愿望就像一束瓶中之光 不管你是在追寻梦想的途中 还是已经达成了梦想 只要回想起这束属于自己的光芒时 能够会心一笑 就已经足够了 可丽现在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也算报答了当年爱丽丝女士的恩情 沙漠这地方 怎么看都是污泥汤 那我给你起个外号吧 就叫泥水精灵 哇 伊迪亚是泥水精灵 还敢笑啊 嗷一口 把你吃掉哦 虽然让你们见到了难堪的一面 但恢复运转的圣经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大家就再好好放松一下吧 嗯 可丽想要叫上所有人 大家一起坐呼呼飞车吧 好可彩